在富士山渡過了三天兩夜之後,終於要出回東京啦! 今晚我們會入住東京巨蛋酒店 今集會同大家分享這一班高速巴士有什麼特別和簡介一下網上預訂車票 我在第一集提到我們出發之前已經預先買好了回程的高速巴士車票 最主要就是這班車系直接去到巨蛋酒店門口,不需要拿著個行李上上落落轉車 是目前為止全日唯一一班可以由河口湖、富士山與富士吉樂園直達巨蛋酒店的班池 午餐初發設置在五度過五歲 igil una sala 和西這裡陸公 force Magic 這班車是由河口回臨5時50分開出 富士山站5點40分開出 富士急樂園5點48分開出 目的地是東京巨蛋酒店以及東京站 上車之前 車長會落車跟你核對定飛資料就可以上車啦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约7点半就会到达东京巨蛋酒店 相比享新宿或者东京暂转车 这一班车系超方便 省时间、省体力 至于怎样网上预先买飞 我参考了一些网上教学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在日本巴士路通网站 它有提供中文界面 不过没得选择位 所以我无事到 我都不多说了 第二个方法是在一个日文网站预约 这个网站只有日文界面 不过用浏览器翻译功能成中文 就会知道大约意思 要用自己个日文名来注册会员 虽然比较复杂 但是这个网站预约买飞是可以选择位 这个日文网站连结我会写在资讯栏 注册之后 如果想好像我这么正式 预订富士山站单向去东京巨蛋酒店的巴士飞 就在这个位置这么反转 出发地简山里园 再选择日期 之后就会显示那天所有山里园去东京都的班次 找回落车处有东京巨蛋酒店的字样的班次就可以 它很清楚写了几个上车处的开出时间 和落车处到达时间 如果是买单程 就选择遍道预约 这里选择上车处和落车处 那么以我今次为例 我就选择上车处是富士山站 落车处是东京巨蛋酒店 再选择乘车人数 下一页首先核对你的资料 如果购买成功 人家会记确认讯和车飞到你的电邮 下面是购买方式 一般都是选择第一个信用卡付款 还可能有网上折旧 另外这里写着最后付款期限 我怕忘记得 所以会即时付款 底下再核对下搭车日期 上落车位置时间 最后付款期限和票价等等 就可以选择位置 通常人家会倾向选择左手边 按步骤完成预约后 就会收到预约确认的电邮 付款之后就会收到乘车票 扣入确认的电邮 里面有预约编号 上车之前将这个电邮 给车长核对就可以了 今集分享了富士山全日 唯一一班直达东京巨蛋酒店的 高速巴士体验 和网上预订车飞的流程 希望大家会喜欢 可以按个赞好和订阅支持一下我 下回将会和大家分享 入住东京巨蛋酒店的心得 好多谢大家收看 下集再见 下集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